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 選修的 這收訊請你應該會用的 其實在這個裡面 如果您看我們這個上面 我後面這邊不是有一些有加號的嗎 這個其實裡面有一些畫面或者一些資料 只是因為會太多 所以可能就沒有 再把它打開 那你如果打開我的新制圖 可以像這樣 把這個內容後面有一些 可能是我會抓圖片 那有的呢 會有一些就是像這個裡面 我就會把一些 一些可能相關可以找的方式的 把你列在後面 這樣可以啦 那如果你有看到這顆地球的 字站裡面是有超連結 可能是文章的來源 或者是那個 所以你按右鍵 按超連結就會看到它 也可以直接從那個 S-Mine裡面直接做一個超連結 在裡面直接開 都可以 那這邊呢 有一部分的超連結我把它整理起來 放在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延期相關的網址整理 我就把一些相關的 把它列出來在這邊 如果說您不方便用那個 新制圖直接打開的 我會把一些 相關的就把它列在這裡 這樣您要做連結 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回去 我有認真準備 讓各位比較方便去看 好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您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看一下 選修的第一個其實有一個 搜尋的進階設定 可能大家比較少 去注意過的 您進到這個搜尋 裡面或者你回到Google的首頁 你可以按一下 看一下右下角 其實有一個設定 因為大部分大家的現在 關鍵字 請問你平常用的關鍵字會有幾個 就是說同時會用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以上應該就很少了吧 對不對 可是呢其實你可以 Google比較厲害的在哪裡 就是它的搜尋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設很多條件 很多條件 有點像 各位也許去 圖書館用過那個 全文檢索或者是像那個 博碩士論文的 他們的條件都會設比較多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到設定裡面有一個搜尋 設定 你可以看到這裡 應該 這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 比較 開啟安全搜尋 應該還會有一個 語言 抱歉更正一下 應該是進到這個進階搜尋 進到這裡面 有沒有 你可以說我的裡面有包含哪些詞的 還有不包含哪些詞的 有沒有 你可以排除啊 可是平常如果你要在我們那個 單一個那個Google的搜尋 直接去做排除 你可能比較不方便設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裡 甚至你可以 限制什麼 我的地區 更新的時間 對不對 還是你要指定某一個網站的 也可以喔 也可以喔 所以其實 他裡面的這個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只是平常可能大家比較少 從這個地方去 找到你想要的 大部分都是直接在前面那邊然後就直接怎樣 直接找 對不對 你在這邊 雖然很方便但是 畢竟有些時候你要下比較多條件 你那些語法 你不了解的話你可能就 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就 只好人工 過濾 那這樣 就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叫做進階搜尋的這個設定 那麼 下面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 找庫存頁面跟所謂的 歷史資料 這個我之前有講過 之前有講過那我稍微簡單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我們平常在找這關鍵字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注意過在這個地方 這裡 三角形這裡 這裡 這裡不是有一個三角形嗎 請問有沒有來這裡按過 原來 雖然我們看的都是一樣的畫面 哈哈哈哈 但是你們都沒有看細節 真的不一樣 事實上 你會發現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網站 你可能 比如說前幾天去過了 發現我今天再去怎麼那個網站不見了 有沒有遇過 或者有時候你找的時候就出現那個 點下去網頁已經移除 不存在 可是為什麼搜尋引擎還看得到 因為搜尋引擎有暫存 你了解這概念了嗎 所以他有暫存 他會一段時間 那麼 一段時間呢 才會去更新 他的庫存 那更新的頻率呢 一般來講會跟你網站更新頻率有關係 比較常更新的網站他更新的速度會快 那比較不常更新的他去的速度就 去的次數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 萬一你真的找不到 你可以查一查所謂的庫存 頁面的庫存檔 那這個地方呢就可以 幫你找到什麼 Google那時候暫存的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我們中正以後 他就告訴你 這個你現在下面看到的是什麼時候 5月26號就昨天嘛 昨天下午的時候他來 來的 所謂的快照 來這邊找到的快照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 其實如果比較短期內的 網頁資料不見了 你可以透過這地方找 這個透過這地方找 那麼今天如果 比較長期的 都不見了 那就麻煩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 可以到我的那個 部落格 或者您從我們左手邊 在相關網址裡面 我把這個部落格的 這裡 網站 你把它點一下 會連到我的那個 部落格 進來之後呢我就有介紹這兩種怎麼查 其中呢還有一個是這個網站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有的老師也許有看過 就是你只要在這邊打上你要找的網址 找的網址 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找 各位知道我們中正 以前的 網站是長怎麼樣的嗎 你有印象嗎 剛剛有看過現在的嘛 對不對 那 這個網址你就把它 比如說我點進來好了 就直接把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 你在這邊直接打進來就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搜尋 好 你想要看幾年前的 好 原來 網站也有歷史博物館 現在不用小叮噹了嘛 哈哈 沒有不還夢 我們看那個1997年 好不好 點一下 所以你馬上怎麼樣 就可以回到過去 好你找什麼 找這種有圈圈的有沒有 這就是他有幫你做暫存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找這個13號的 1997年10月13號的 那麼他就顯示那時候的中正給你看 所以那時候 不要怪人家 那麼陽春 那時候技術沒那麼好 這樣了解嗎 真的可以用 當然他不真的每一頁都有 但是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也許如果你真的網站的時間比較久了 你透過這個方式 剛好他的暫存到 你可以去 也許這樣就可以找回來 所以你看從這邊 布告欄 這個應該是 真的還在 哈哈哈 所以 很好玩吧 真的網路上無所不由嘛 那這個你參考看看好不好 你從我們這邊 相關連結 就去找到了 因為有時候不得已啦 現在 請問有沒有圖書館在收藏網站 沒有啊 書都藏不完的還藏網站 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透過這方面很好的 一個搜尋的地方去找到 那這個呢 這是第二個 再來 還有一個 我先講一講 那你覺得說有必要的你再去 因為這個是屬於選修 選修就是自己喜歡的再去看就好了 這個 待會兒再講 我們先講下面 請問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關鍵字 打了之後 找不到你要的 或者 出現的 結果不多了 有嗎 請問不要弄 三不五時 提醒自己 Google一下 這個這種方法大概前一兩天大概還有用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因為事情很多就忘記了 就忘記要就好了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請Google幫你 訂 Google 快訊 也就是說你 讓他怎麼樣 定期幫你去找你要的關鍵字就是你關心的關鍵字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你的資料就是這個關鍵字是比較新的 或者是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了解一下說最近 某些事情因為有時候 他的速度比如說前一陣子學運那可能那個更新速度很快 那你要每次都去找 每次都打學運 也是出現一堆你看過的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快訊的方式他幫你整理好 那 這個在哪裡呢 您必須要先登錄一下你的Google帳號 也就是說您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Google搜尋 你要像這樣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登錄 有的對不對 那您可以找更多 裡面的更多 好從這個地方 更多裡面的更多 往下走 看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叫Google快訊 Google快訊 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 你想要 關注的關鍵字是什麼 關注關鍵字是什麼 然後呢 因為通常是已經找不到所以通常我在這個搜尋的類型 或者是那個地區 通常就不限 因為畢竟資料已經不多了 除非說你要特別關注哪一個地區 比如說香港地區還是大陸哪個地區 還是美國哪個地區的 那再來就是這裡 有一個頻率 你可以選擇每天幫你報告還是怎麼樣 一天一次還是一週一次 還是即時 只要有就通知你 大部分大家不太有空的話我通常都是 一天或者甚至一週一次就好了 除非說那個你很急迫想要知道 不然的話通常 不然 因為他這個預算會寄送到哪裡 寄送到你的信箱 會寄送到你的信箱 所以呢 建議各位有空的話 也可以查查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蛤 你怎麼找過你在網路裡面的知名度 除非你是蔡世民 蔡其他名 很多人都跟你一樣了 不然的話絕大多數同學的 或老師的名字應該都還有獨特性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網路上有哪些資料你的被放在上面 真的 你可以訂閱 那你按這邊就可以管理你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訂閱的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修改你的比如說次數 或關鍵字 或者甚至不要的 就把它移掉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吧 所以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叫做 Google快訊 這個平常好像也不常有人用 但是很好用的一個功能 因為畢竟有些時候那些關鍵字 你就不見得會記得每天都去查 對不對 那再來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其實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人用iPhone 有 Siri好用嗎 有沒有用過Siri 那個語音助理呀 沒有 iPhone沒有用那該打屁股 人家Google沒有的 Android沒有的 很羨慕 糟糕 這個 事實上Google現在 慢慢比較聰明 所以比較聰明就是 你看我們回到那個首頁 平常大部分大家是不是用關鍵字 但是Siri跟我們一般的印象中比較不一樣是你可以用問句 就是平常的講話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想今天 你可以 問他 有沒有發現 我問嘉義天氣 你要不要再去 那個中央氣象局不用嗎 他有沒有幫你把 這幾天都列出來 那一樣的 如果你想看 他不會那麼笨 他直接告訴你今天是什麼時間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如果你想要到嘉義 比如說你用那個地圖 到嘉義 他就直接抓你的什麼 這個事實上這個部分 最好 除了用 這邊 這個以外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搭配你的行動裝置 只是我必須告訴你 一般Android的使用者 通常比較不好意思 習慣了他會直接問你有沒有 Android的大部分都是看四下五人 中正大學 因為他看著你對 對那個手機講話怪怪的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語音事實上真的可以用 你可以搭配包括了搜尋 包括了地圖 他都會比較聰明的 告訴你說你要的資訊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行動裝置 我們剛才有第四篇會有一個叫什麼 那個行動 行動篇有沒有 那個 是在Google現在有一個上面叫Google卡片 如果你有打開你的那個上網功能的部分的話 他會除了偵測你的地位置之外 會記錄你的 比如說你 平常的那個路徑 上班啊 上下班的路徑 他就告訴你 你現在到哪邊 你現在回家還剩多少 多久的時間 現在天氣怎麼樣 所以我說iPhone不用吸的很可惜啊 他有內建很多功能啊 哈哈哈 所以給你參考一下 那麼這個地方你要看比較詳細的你可以 看這裡的 這裡 包括了日出對不對 或者日出也一樣 天氣預報啊你要到哪邊 要找什麼 比如找中正你想要找附近的餐館 我們這附近餐館如果你來這邊不太清楚的 你也可以直接找這邊呢 中正的 我不確定 好餐廳 一點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看地圖 直接來問的話 他會把你把 那個地點標示出來 只是 好像沒有很多 好像沒什麼找到 台菜料理叫我 叫誰台菜料理 沒有很多 但是如果你找比如說 比較 就是 嘉義的可能就 這邊也許就比較多一點 也沒一堆 對不對 他會有一些評論 就 出來 好所以 現在真的他會變得比較聰明一點 這個是 各位呢 你有興趣的可以稍微看看 事實上還有一個也可以用的 如果你臨時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計算機啊 Google也可以用 真的啊 像我們一般 常 跟哥 跟同學講那個 數位相片的大小就長成一寬嘛 像如果是這樣子 照片 乘你 Google可以當計算機 真的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還有一個什麼 像我們來擠瓶擠瓶啊 好不好 30平 你就直接問他30平 他就幫你算啊 幾平方公尺啊 這不是新功能 只是你有沒有這樣用而已 比較少人 直接這樣用 但是他真的可以用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比較 不一樣的方式 用所有的搜尋引擎的方法跟各位 介紹一下 你可以參考看看 也許有一些 除了新奇外 可能真的 你可以 食物用在你的工作也好 或者在什麼 學習上的